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分钟开始 这间台东人气最高的当鸿炸子鸡 就淹没在人潮和前潮之中 鸡腿鸡块鸡翅轮番下锅轰炸 起锅不到两分钟就全部清空 由炸手老板戴清安气定神弦 踩着赚钱的节奏不慌不忙 一批一批起锅除清不断轮回 没有机会挺的 就是一直炸就对 尽量不要去看外面 就在厨房之内埋头苦干就对了 你这是头鸟心态 你一看到外面你会 你也心里嫩嫩嫩 专注里面不看外面 因为排队队伍从柜台绵延变外 20公尺 怎么看也不会消失 只好埋头苦干 只能兵不厌炸努力的炸 我觉得鸡腿很好吃 很嫩有汁的那种 然后皮不是那种 就是包很多面粉那种面衣 是脆脆的那种 非常的鲜嫩多汁 一撕开的话 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肉汁 感觉就很新鲜 我给它95分 外酥内软鲜嫩多汁 不是自吹自擂的广告词 不只台东人超爱 口耳相传 加上网路推波助澜 已经成了外地客 到台东的口袋美食景点 达人戴清安有自信 自家的炸鸡 绝对不输给国际连锁速食店 当然是我们的比较好吃 因为它们的是冷冻肉 第二个它们的粉都裹很厚 你是在吃炸粉 不是在吃炸鸡 对自己有信心的 能够和连锁速食店的炸鸡 一较高下 带清安的秘诀 全在工作厨房里 每天清晨五点 刚刚往生的肉鸡 从屏东翻山越岭而来 先浸身沐浴 然后上刀山 为之后的下油锅做暖身 大腿起下来 你延伸上来到鸡背 我们是用那个部分的肉 鸡胸肉我们是不用 因为鸡胸肉不好吃 鸡块不要干涩的鸡胸肉 特地挑选鸡腿延伸出来的带骨部位 带点油脂才有好的口感 每天凌晨 专员去批发市场挑选采买 带清安选鸡肉很龟毛 肉质偏软的肉鸡 炸起来才会外酥内软 五只鸡 四只鸡 六只鸡 你越多鸡就是越小鸡 我们都是挑四只鸡的 四只鸡是最大鸡的 比较大型的国际店一般 他们的鸡腿也是棒棒腿 他们的鸡腿就是切到这边 这一块切掉 对 这一块切掉 就是这样而已 鸡腿鸡翅偏爱统一规格的大只佬 才能在肉搏市场上掳获芳心 要大要嫩还得要多汁 一口咬下就见分小 大鲜肉可不是冻铃过就装得出来的 第一个 他吃的时候没有汤汁 冷冻的 因为你要决冻嘛 你冷冻的时候水费已经流失了 吃起来就是彩彩的 那个肉不会Q啊 你冷冻的时候再便宜我都不会用 可以省很多次对没有错 我知道这个道理我都知道啊 可是天下没有那个白痴的午餐啦 我跟妳講 要生意好 要不用那么辛苦 食材够好不必粉饰太平 调味简单到泡在盐水里腌半小时就可以 盐巴胡椒混面粉 帮鸡肉打个薄薄的粉底 就是韬客眼里的果色甜香 最主要不是要吃炸鸡粉 我们是要吃炸鸡 你没有果粉的话 你吃起来那个皮不会脆 要把事情做好 戴清安还有一个大帮手 84岁的老妈妈 每天早起帮他兼工作品馆 鸡肉如果有欧亲隐慧就得退回 选鸡肉他比儿子更鸡车 在市场卖鱼一辈子 对食材的好坏新鲜度 辽弱执掌 任何瑕疵逃不过他的法眼 50年前汉先生为了寻找人生机会 从台南搬迁到台东落湖生根 出身艰困环境 很珍惜儿子现有的成绩 这十多年的家 我们大家过来很辛苦 现在我们家要几间了 要十多间 十多间 十多间 我们肉可以先送了吧 鸡腿都炸 鸡腿大小都是已经做好了 鸡腿大小都一样 鸡腿大小都一样 所以说那个时间火候都会控制的 很好 都固定的模式啦 现在让老妈妈很骄傲的戴清安 三十岁之前原本是高工木工老师 但私立学校待遇不高 退休没保障 担心儿子的未来出路 三十年前 带妈妈贷款买下了店面 鼓励带清安 创业做个小生意 听说那个麦当老一天可以营业 营业额可以一千多万 听了说不可思议 那我想说台东还没有进步到那个阶段 我们就先来开花吧 民国七十年代中期 有生意头脑的戴清安 到台北观察了一圈发现 刚刚吹进台湾 风靡西部的素食风 还没翻过中央山脉 吹到后山 于是他抢先一步 设立了台东第一家的西式快餐店 专卖炸鸡薯条汉堡 不过前三年 因为饮食习惯差异 加上在地人不习惯自住室的服务 戴清安的生意勉强打平 索性店面是自己的 苦撑两三年 用好的品质 逐渐让在地年轻人爱上这新的口味 在台东带起素食旋风 也替原本看不上偏远东部的 国际连锁品牌铺好战场 他们就夸口啦 一年内要让我们关门啦 结果他们进来 我们没有影响 把我们固定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把我们的品质要求好了 把工作做好做满 用连锁品牌做不到的温体新鲜肌肉 征服饕客的味蕾 甚至以一挡三无惧大品牌挑战 戴清安稳坐东台湾炸鸡王宝座 现在儿女们都已经大学毕业 准备接棒 目标要让这台东在地的素食老店 改头换面 然后开分店 消化每天不间断的排队人潮 想说也三十几年 就是店面有些也蛮老旧的 对啊 想要来重新整修一下 对啊 先把店里的事跟工厂的事学上手 就是等以上手OK了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一个炸鸡選擇 饮料呢 848号 红茶 红茶 观察趋势勇敢行动 戴清安花了三十年 专注成就一件事情 从餐饮门外汉到台东美食代表 真的一点也不侥幸 不及铜鸭讲 言什么像什么 戴清安每天在厨房锻炼毅力 乐当大鸡鸡王 844号 剩下富岗渔港的这一等游慢 大概是赶着上游轮的旅行者们 最容易擦身的美了 湿衣的蓝 洗衣的白 还有上午九点钟 不早也不晚的城市拍卖 这家的白马 白马 七八 好 这二 这三 这四 这五 这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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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这个黄西鲍鱼它几乎每天都有 对对对 只是说它的 它有时候量很大 它就是大小吃不通 像今天这个就很肥肥沃 这个是红干 这也是我们东部的鱼 回游的野蛮的 底漆的鱼货 肥鱼鳄鸵 您有经有 虽然入属的拍卖场面 总远不及春天壮阔 但对扇烹调的厨师来说 想封烟一张餐桌 其实挑队顶尖的一两种也就足够 像有一些是 他们有那个鱼排 他没有帮我喊 对 他要请那个鱼饭帮他喊 有时候就是像家庭主婦 他们说太贵了 他们就不要吃了 来 抢鱼 老婆 来 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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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喔 夏天如果像 夏天最多的鱼 几乎都 因为我们东部的鱼很多 像红火市一年四季都有 不过是 就是大小市 它有分比较肥厚的时候 跟不肥厚的 像我们这里面 几乎都在打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是 红家梦的故乡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间餐厅 都有这种鱼 尽管富岡已经是 红猴鱼的故乡 产量也属一年四季都有 然而平时每公斤的拍卖架 可荣然尊贵得很 红喜翔的料理风格 虽不留俗 也不算雅旦 但对红猴的鲜美性 它都是坚持唯一数字清征 这个在日本 那边也有 在日本 你叫这种鱼叫赤鲑鱼 有人说红猴 有人说红猴 日本它那边也蛮多的 其实在全台湾都有 就是说量大跟量少 我们这边是最多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红猴 也是全台湾最贵的 其实花冬的回游鱼类 像是尾鱼鱼 盛产季节虽广过一整年 不过难免还是冬天要肥美的些 唯独热制坦压的芭蕉鱼 则另当别论 像这个可以做鱼排 然后干煎 酱刀 生鱼片 皮通常都都是把它吊起来 让它风干 然后做鱼干来滷那个控肉 这个鱼干滷控肉 片下的其余条细切成冰 一勺一勺热油 轻柔慢淋 蘸得表皮围焦 内里拔分通透 淡尽红黄甜椒虾仁 韭菜花 再炒到鲜香四溢 这是夏天手可最爱的简匿笼盘 至于下饭菜 三杯鱼长度 洪喜翔说江湖上相传最对位的 正肥拔椒情欲莫属 为什么要鲜汤 因为它鲜汤 因为它还稍微深深的 我把它的一些就是那个 粘度啊 把它烫掉 鱼长度抱到互相奔放 最软嫩的鱼负责拿来与面线焖煮 这可施港口人 宴席上的金饼不败款 焖 焖起来 它有那个旗鱼的甜味没有 现在的就是 从五月到七月的那个芭蕉 其实是最肥沃的 它的鲜甜 用那个旗鱼它的肉 它的度没有 然后去把它焖炒 它这里摆盘漂亮 然后食物又新鲜好吃 都新鲜啦 可是它的更新鲜啦 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嘛 天比较海边的口味 对 比较海边的口味是怎样的 就比较鲜啊 都是早上先捞 然后先做 其实放眼富岗街上 红喜翔的海产店 资历也不过五年 随时醉菜的店家 厨师倒是拥有最深厚的功力抵御 毕竟小学才毕业 就被送进厨房 当学徒的小少年 现在数来也不算多 那时候爱玩 又常常上警局 有些坏吗 小时候 对啊 怎么就坏 什么呢 就是跟一群朋友 就是因为小时候嘛 天真嘛 就是喜欢跟一些朋友 去撞球间啊 干嘛玩的 那会打架吗 对 因为我已经毕业又不喜欢读书 然后我大夫78年 就把我送到花园去学 那时候刚学的时候 本来不想学 因为以前的师傅太凶了 对啊 我骂啊 然后又打头了 真的常常 那时候的师傅 常常让我们半夜 下班的时候半夜还会起来哭 都不敢上班 家当过来 说到学坏的那一段成年往事 那岂是进了厨房受磨练 就能改头换面 那些十几二十多岁的疯狂岁月 洪喜翔不但继续飙车闹事 甚至还混进帮派 犯了绑架案 唯独绑人的是他 后来放了人质的也是他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看到那个他们那些 很多那个人 已经没人不能到 而且我们里面的人 只有我没有答应 当时那个人就跟我拜一拜 说叫我放了 放了他 然后我在那天半夜的时候 他们都去了 就把他放掉了 荒唐的曾经若真 要细数还真的不止这一些 如今回想起来 前半段人生之所以一塌糊涂 说穿了不也拜在交友不慎 包括从年轻开始赚了钱就开店 却一连开了三家餐厅都赔钱 也许五年前真正断然的改变 不只是想偷车了吧 到底是尽腻了起立的夜色 亦或是终于厌倦漂泊 而洪熙祥心底 真正的答案却很平淡 回家 为的不就是那一份 始终挂在心头的前半 几乎就是说我人在外遗迹的时候 几乎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是怎么讲 哎呦 心里还有点生生的 你就是拿钱回来 然后就看一看 然后他还他在睡觉 然后我就离开了 还好那些心酸随着浪荡都已失去 时光教会这个大厨的 不只是大火翻腾下 怎么精进厨艺 怎么用爱调味 重修亲情 更教会他如何 也把磕磕绊绊的回忆 说进人生路上 化作暖色风景 金刚山下的长路 比直的仿佛延伸延伸到太平洋 上海的梯田已结碎 静静晒着暖金色的晨光 山与海都还蒙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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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远乡镇的喧闹菜场 闯入一个年轻的销售身影 嗨 要去找吗 嗨 照一下我们的 这个我们产品的特色 香蕉 这边的芭蕉它酸跟甜的比例刚好 不是只是甜 它那个酸会提那个甜很棒 只有这边很棒 然后我也会把它做成甜点 焦糖芭蕉 不是50喔 50 那个是阿嬷的 这个是 好 没看到了 这个叫恰恋 是类似苦瓜 原住民的苦瓜 原住民的苦瓜 叫恰恋 恰恋 这个 好 大家好 非常特别 它叫 和井藤湖 然后 它看起来像贝勒 然后吃起来味道很特别 像螃蟹 有螃蟹的味道 很特别 只有这边才有的 对在地食材 如暑加珍的大男生 叫做邱义 79年次的 型男主厨 鸡都没有打激素的 他直接也放在那个金刚山上 直接吃就知道了 然后我都是炖高汤给人家喝 老板 昨天的那个三层肉 这个好不好 两条 早安 早安 你看它排骨多鲜好 市场采买完 秋意随即转往渔港 等于船靠岸 等不及鱼货搬上来 它总是第一个跳上船挑选 这个鱼货搬上来 这些鱼货搬上来 看这个鱼货搬上去 咳货搬上来 这个鱼货搬上来 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有什麼魚 很特別 常常會看到很特別的魚種 對啊 所以才叫做烏太子釣魚 對啊 看有什麼跟白什麼 來 老闆 我剛剛的 再見 秋藝的無菜單料理 就在金剛山腳下的一座小屋 空間不大 創意卻無限 現在剛好是飛魚季 今天想要處理就是 飛魚湯給你們喝 讓你直接喝到飛魚的鮮味 是昨天浴缸補上來還在跳的金魚 然後我就經過一天的那個熟成 接下來就是要切它之後至少 對 逼出它一點點外層皮的油香 經過這樣之後 它的肉晶瑩剔透跟果凍一樣 新鮮的套球買來之後 把它淨置在那個Sake 它的那個焦香突比而來超棒 對 你也很享受 很大一條焦 對啊 跟魔術一樣 說變魔術其實謙虛了 許多不凡滋味都是秋意用時間煉的 即使是常見的豬肋排 以用當季鳳梨切末 醃製三天 鳳梨它本身有甜味跟酸味 可以去襯托肉原本的味道 它會完全分解它的組織 肉是呈現泥狀的 口感非常好 還有靈感來自西班牙生火腿的生豬肉沙拉 製成也要時間 研製脫水風感 保留它原本的味道 而且你還吃得到它脫水之後 參與的油香 一切準備就緒 再來就靜待月聲 東海岸特有的海上月聲 為長冰的夜宴拉開序幕 長冰的真頂部落 坐落在金剛山和太平洋之間 青綠應著湛嵐 海風扶著山來 然後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男生 驚動了山海的寧靜 來到真頂之前 秋衣在台北的樂團擔任鼓手 也在日式居酒屋掌廚 如今收起狂放 靜心創作料理 最難適應的應該是太安靜了 其初很害怕 太安靜 怕無聊 對 但是 當你有事情需要認真的時候 你專注的時候 你會發現時間過很快 對啊 你就再也沒有時間想其他事情了 包括我還要試菜 然後這邊很多很有特色的食材 你都還要花時間去研究他什麼的 對啊 工作之餘 所以其實蠻忙的 也沒有時間停下來 沒有時間不聊 對 和部落的情分 其實源自父母 秋衣的爸媽 七年前就從台北移居真餅 在梯田邊上買了一塊地 清潔民宿 僅僅三個房間 就拿下國際訂房網站的大獎 但是做兒子的 卻不願意跟來 來到這邊之後 跟父母的關係啊 或者衝突啊 就是以前可以躲 現在逃避不了了 現在該面對 對 今年初他起心動念 在民宿的空地 搭了小小餐廳 用餐空間的Joy燈飾 都是父親的目光創作 親子之間的距離 從未拉這麼近 一開始難免各自擔心 其實坦白講 真的是本來都沒有想到 對 我們當初跟他媽媽都很掙扎 說實在 事實上我是覺得他回來 我們剛想到的 我覺得他會干涼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掙扎 那後來想想 其實他回來 也可以互相照顧 也沒什麼不好 那剛好有這樣的環境 可以讓他做發揮 對 他兒子回來很好 對啊 有一個幫手這樣子 有想到他會願意回來嗎 之前沒有 很開心 對啊 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 媽很辛苦 她很辛苦 趕快把幫手帶回來吧 硬著嗎 好醜喔你 好醜喔你 如今民宿提供的 除了老闆娘的豐盛早餐 還有老闆娘的兒子的無菜單晚餐 一泊二食 房客直說太超值 在地料理做成了 就很享受 年輕廚師在金剛山下的金色盜浪 演繹長壁的味道 真實 卻充滿驚喜 我們都用真材質量 圓圓版本就是食物的本身 烘焙廚房裡又是忙碌一天的開始 三百個蛋糕分好幾輪製作 要趕在下午兩點宅集便來收貨之前 出爐包裝完畢 資深師傅和夥伴們 一早就加快腳步 一刻不得閒 今天做的蛋糕 香蕉巧克力和蘋果口味 食材完全天然 不期事到名用香精魚目混珠 一個蛋糕 我們會三條的蛋糕 那香蕉 它這樣比例很高耶 是 所以你會一直聞到 我們的蛋糕是非常香 要是等三個月到半年 對 所以以前要吃我們的蛋糕 其實很難 曾經要等上半年才吃得到的蛋糕 在台東很出名 不是知名烘焙店家招牌 而是出自聖母醫院的 健康農莊廚房 負責生產的 除了自家師傅和員工 還有前來打氣的修女林玉莉 謝謝你們來拍 我都很高興跟他們一起來做 因為他們都很好 很快樂 說話情聲細語的林玉莉修女 對夥伴十分禮貌客氣 農莊廚房製作蛋糕時 總會來晃晃 看看有什麼能幫得上忙的部分 她可以隨時補胃 三十多歲就由仁愛惠修惠 分配到她喜歡的台灣服務 奉獻神和土地超過三十年 人生超過一半的時間 在這裡度過 雖然菲律賓華人的口音還在 林玉莉修女 早已經是許多台東人認同的 沒有身分證的台灣人 例如關懷這片土地上的有需要的人們 每次做蛋糕之前 林玉莉修女總會帶著夥伴們祷告 希望吃到蛋糕的人 能夠得到滿滿的祝福 我扯耶穌基督 會跟我們一起來員工工作 來做蛋糕麵包 也給我們一個平安 一個喜樂有愛 那個春藍色的 那個一二三 第四 後來那個小修女 她也是秋葉 指著牆上的老照片 林修女特別懷念以前 和修女蛋糕創始人 蕭玉明修女一起做蛋糕的日子 對 我是幫她進行 可是做蛋糕有一個停路 所以我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做得很好 2003年 長期守護後山的台東聖母醫院 不堪長期虧損 結束了曾經接生過半數以上 台東人的產科 甚至一度考慮洗燈關門 但把責任扛在肩上的修女們 思考後決定轉型 籌設安寧病房 做老人長照工作 但這是責任更大 更花錢的領域 經費的缺口 讓醫院上上下下 傷痛腦筋 修女他們一直認為說 他們能不能拿出 他們家鄉的本事出來 然後他們就說 你說他們大概是比較有拿手 就說做蛋糕 同樣來自菲律賓 蕭玉銘修女在台灣奉獻50年 得過第12屆醫療奉獻獎 獲獎那一年 曾經當面對總統陳水扁說 可以的話給我錢 我不要獎牌 也讓外界知道 在後山經營醫院的困難 她是來台灣第一個 會騎蕭玉銘 去訪視病人的修女 聖母院在後山是真正在服務一些 人家不願意去做的事 可能很多人會笑我們傻 但是我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從前做別人不做的事情 在蕭玉銘的帶領下 一群六七十歲的修女們 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 在修女院裡洗手做美式水果棒蛋糕 真材實料扎實不花俏 打響修女蛋糕的名聲 易賣所得是醫院當時 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那時候跟我們一起做 做到這個手都變形了 做蘋果蛋糕的話 有時候一天要切四箱的蘋果 你看我這個都是 切多了會長減 還會滴血 修女蛋糕的資深元老吳秋月 原本是醫院志工 看到修女們為了醫院 無私付出 也跟著勞心勞力 忙進忙出 後來乾脆辭掉其他工作 變成全職員工 成為修女們的最大幫手 雖然是愛心蛋糕 吳秋月堅持 還是得有專業水準 才能長長久久 細水長流 第一次去吃 我就真的不好吃得下去 因為外國人 你也知道外國人就是 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糖這的話其實我改變很多 安寧病房在修女們的努力下 幾年前啟用成為台東唯一 減輕許多癌磨病患的痛苦 也讓蕭修女在過世之前 圓滿了一樁心願 市區的我就會親自送 因為你宅配的話 還要多一百五十塊 也去趕當面致謝 畢竟就是在台東 現在修女蛋糕不只接 宅配訂單 還是醫院感謝捐獻者的小禮物 我是台東聖母醫院 這裡是我們的那個 修女居服蛋糕 你們那麼客氣做什麼 感謝你對聖母醫院的支持 你那麼客氣 這次我一看錯了 擴大修女蛋糕的愛心 聖母醫院在八八風災之後 特地成立健康農莊烘焙坊 提供就業機會 教導災民一技之長 遠在苗栗的烘焙師傅陳志國 受到感召 負責烘焙坊的麵包製作 和員工訓練 每個月苗栗台東兩頭跑 院長叫我下來台東看一看 來這裡看一看就 喜歡上了台東 2016年尼波特颱風重創台東 聖母醫院損失也相當慘重 還好依舊有著一群修女 和員工志工 靠著雙手努力做蛋糕 一點一滴籌措重建基金 自己會有受到挫折或是 就是 挺累 對 我就會想說 哎呀 幹嘛這麼辛苦 那是我的想法 可是當下時候 我會 我就常常會去碰到 會夢到他 那我就想說可能是他 他要懲罰我 所以我才會 一直在堅持把這一塊 我應該做好的事情 我會去把它做好這樣子 紅焙廚房裡有一群人 皆是不為難默默付出 無私利他的愛心 修女蛋糕裡 大愛的滋味 肯定會繼續飄香全台灣 修女蛋糕 賽 吃到那一口 我閉上眼睛會有那種 稻草在那邊揮動的那種 味道出來 那一道很像 就是剛從植上 把那個稻汁拔出來 然後在剛好最新鮮的時候 攪出來的一碗湯 能將湯品形容成 史詩般的宏偉壯闊 其實並非幾個文青少女浮誇了 彼克的這一道道像玉米濃湯 是真的在入口後 能用味覺在你眼前勾勒出 一幅印象派畫作 尤其是當你吃出那一席稻蝦 得先以紅烤過的乾稻草 煮成原汁 再搭配一道香熏過的甜玉米 炒香攪碎 慢活細節 台東的米很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 那稻子的香氣 其實它也有 那我要怎麼去做結合 做變化 然後日本料理 他們就是很直覺 他們就是拿稻草去烤魚 對 然後後來覺得 它自己拿來熏東西 它的香氣是很棒的 這邊台東成功有名的就是 鬼頭刀跟鰭魚 所以我就會拿它來做 對 今天是用它做開胃菜 清明前後 成功四到六月的鬼頭刀 正處產卵期 母魚也正是肥美風雨時候 他笑說這個時間買魚總有開箱驚喜 不過烤焰的是氣氛廚師的功力 另外三分則靠運氣 有時候我們買 因為像我在買 我是直接買整圍的 有時候就會有 有時候沒有 所以魚蛋也是隨緣 取好分切 魚卵要先煎後烤 煎的程度是以卵膜為焦 口感略帶酥香就好 至於烘烤的目的 主要就是催熟生心了 而最後組裝前菜以火苗炙燒 同一道前菜裡片下的魚骨 也早在幾天前簡單醃漬風乾過 才下油鍋 逼出如魚乾掰的脆口 又帶點那扁魚的迷人心香 我其實餐主要接的是接晚上 因為我覺得晚上大家才可以放鬆下來 慢慢的好好去吃一頓晚餐 我覺得慢下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都市真的太急促 整個生活步調 然後工作壓力 對 但是台東就是可以讓你 忘掉這些事情 裝在美味的台東老宅不在市區 說穿了位置甚至有點偏遠 但對現在的他和太太來說 這正是在台北闖蕩十多年後 最想一輩子扎根穩定下來的夢見 畢竟十八歲就離家 比克始終記得 那時高中畢業全身積蓄 就只有兩萬元 一個人獨自上台北 便開始他半工半讀的社會人生 無書之外 我會覺得都有一個都市夢 就是會覺得 都市好像可以賺比較多錢 之後可以 可以就是飛航吞達回來之類的 應該說會從鄉下的地方出去的 應該差不多都是這個心情 不論哪個世代 正如他所說 支撐天下遊子們北漂的信念 往往莫過於那個出人頭地的夢吧 而在奮鬥的現實生活裡一剛開始 彷彿也總少不了租一間三平大小的漏房 東省西省結局困頓的情節 後來比克靠的是戰戰兢兢 在幾間飯店的西餐廚房利列 也升上了領班 才算存到第一筆錢 偏偏卻又跟朋友 投資失利背起了債 熱愛衝浪的他 一方面也因為地緣 才鼓起勇氣 乾脆搬回台東重新再起 台東有很多 像海縣有很多外縣市來的年輕人 我就覺得他們都可以 那我自己為什麼想那麼多不回來 雖有一跡再生 但回到台東 五口飯吃的第一件驅舊 是得甘願降薪 比克同樣進了飯店廚房 但這一回卻沒有因為出色的底蕊 而扶搖直上 相反的是過沒多久還被資遣 因為我們在台北有待過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他的營運方式是什麼 但是我們進去就覺得 他的運作不應該是這樣 簡單講就是 可能我們的主管的心態是 賴台東就是好好混薪水 一開始會氣 但是後來想一想 覺得很好笑 當員工的無法選擇主管 但總能自己開店做老闆 為了方便衝浪 他搬離市區老家 找了靠海的店面 誰知道生意才做半年 就面臨房東不續租的酒禁 身無分文又負債 好在是當時女友 也是現在的老婆 一路相襲相挺 可是他先追妳吧 對啊 什麼 對 都已經愛到那邊了 才跟妳說其實 對啊 可是也都來不及了 那時候我一開始 我不敢跟他說 我是負債的情況 所以他一開始不知道 對 所以就是明明負債了 然後想辦法要約會 還要想辦法要省錢 怎麼約會這樣 現在回鄉前來 如今這棟比有風味的老民宅 該算是當時的吉時雨吧 儘管地處台十一線 成功正外的三不管地帶 既不再遊客願意 採點滿肉包的東河 也不再掏客習慣 駐足大大海鮮的重工 但比克對他的一見鍾情 卻像是老婆 那時房東一點頭 他便二話不說租下了 但也因為欠債 他只好一路從氣磚 裝潢防水到油漆 都親手包辦 放在弄這邊的時候 是就是吃泡麵居多 對 因為你要東沈西沈 但是你要整理這邊的錢 你還是得要花出去 所以就是只能這樣子省 無菜單料理隨四季更迭變化 在當今餐飲風氣中 不算前衛新穎了 考驗的卻是一人私處的 能耐和風景 舉例煮菜由其餘排 用的是胡椒與墨西哥紅椒粉 簡單調味 但光是先煎後烤 不論在哪一個環節 溫度掌控稍嫌偏差 水準可就會從辣漫細膩 瞬間降為老柴硬 當然搭配的在地食材跟醬汁 更是烘托核心味道的主意 其實陸橋他們的習慣 這邊的習慣吃法都是 直接沾鹽巴吃 生吃 對 然後我就用 先用煎的把它煎過之後 對 味道不太一樣 其餘口感滿扎實的 不會硬 我覺得滿特別的 因為它其實都是 用一些比較在地的料理 所以有些食材 像是什麼野豬豆 這個我從來沒有吃過 就融合了就是日式的洋食 再加上當地的一些特色這樣子 它搭配的這些醬汁 都讓它凸顯出它的 原本的食材的特色這樣子 無獨有偶 銜接在由其餘排後的甜點 彼克在這個時節 則採了東河太原的 碗溫蝦果肉 再以均度成酒調成醬汁 半噸半煮法式軟餅 開店至今年半 週末月狀態多半額滿 尤其去年三月疫情前 並端甚至跨街到一整個暑假 就滿奇妙的 其實我也沒有多做 特別其他什麼事情 但是我就是很努力面對 每一天把每次的客人接好 把每次的菜做好 把初心掛在店門口實實提醒 不受資歷科就框架 更不忘要勇於挑戰 想必好生意是怎麼來的 菜箱中有本真 湯美夏意熬進了醜 來了買菜 來了 我們這條的話是 長冰箱最熱鬧的菜市場 早期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就這條路通 然後還沒有外環道 才剛說這裡是 長冰最熱鬧的市場 但話還沒聊完 三個大男人手長腳長 大雞已經買完一半 喂 老闆娘 你先看我 對 你有事先準備我要擦口紅嗎 這個很漂亮 這夾雞肉很好吃 這個 好 三個阿美族壯丁 既是廚師 是漁夫也是獵人 自我調侃的熱鬧市場 其實不過五百公尺長 沿街有菜攤肉商魚護航 別說是市場了 就連藥具書店超市 也全都在同條大馬路上 好酸喔 讓我吃看看 三菜苦且山蘇情人的眼淚與萊菇 三個人長出的阿美族風味餐 菜單就取決在當天部落媽媽的菜籃 拐個彎轉進雜貨航 補其辣椒胡椒蔥薑蒜 大廚的採買可沒意味 遠在台東的最北端就缺了清仙 奇妙的是 反而還因幾位人情顯得開胃清疲 才因你有鹽醬醋茶都在這 你不會去大潤發 不會啊 這杯嗎 我以為你要跟我講說 當然蕭司是在地人 對 也是啦 再一次 我很誠實 我是真的很誠實啊 對不對 不是太遠了兩個蕭司 為了買胡椒粉 離開市區 沿著山徑爬進長光部落 半路天市的鐵皮廚房 視野直達海岸線的另一端 三人型的風味小館 看似粗廣 其實帶點清醒問問 阿美族的男生的特性是什麼 在原住 帥 農美大元 農美大元 就是 就是 帥 說起阿美族的男生風趣幽默是天性 三個大廚師起碼兩個當罷了 對於廚房裡 怎麼偏偏就是不見半個老闆娘蹤跡 掃外打趣地說 這也是母系社會男人苦命的原因 女生是擦指甲油的 應該這樣講 不過什麼會比較好命的 一定是因為 像我們部落來講的話 男生是沒有財產的 沒有土地 沒有履成權 沒有 幾乎都是給女生 對 所以很多以前男生 幾乎都是入罪到女生那裡 所以我們就說搶財產 因為像我們阿美族 以腸病來講的話 幾乎就是婚傷喜氣啊 就是殺豬的話 都是男生女生是不用到現場 所以我們是從小就學怎麼煮東西 他們就會教導你說 什麼部位要怎麼處理 幾位慶典殺豬烤肉是必備 而阿美族遊子從小吃到大的古早味 熄烙生煙肉 多半也來自過去載殺豬之分配肉實實 衍生下來的鹽子智慧 老人家將生肉添進米酒鹽巴 隨時間催化風味 但就怕遊客近些不明 Leo該已先鹽鹽再包月桃葉 以炭火逼出肉葉油香 月桃做的部分是我們後來 自己在慢慢再改 但是也有老人家以前就是 像在煙燻那個飛魚的時候 所以他們底下就會用月桃 然後上面也是用月桃去把它包覆 所以那個飛魚就會有一個香味 所以靈感就從那邊想說 其實豬肉其實也是可以這樣子 讓可以增加一些那個香氣 鐵網上並列排開的不只月桃豬黃棋味 填在周圍角落的還有冬末春初的漸損 在地族人最家常的吃法 是烤熟以後層層剝開 剝到損心最嫩處 然後沾點蒜頭辣椒鹽巴水 同樣的同一碟沾醬打遍天下 其實也是用重款野菜溫沙拉 或者部落人妝愛的苦茄 一般我們煮法大概就這樣整顆 然後就直接煮湯 煮湯完之後再把它撈出來 然後放涼 然後再來就是鹽巴水 或者是就是鹽巴辣椒水 然後就沾對這樣沾著吃 東莎阿美族人特愛吃苦 不過六十六年級生在外地餐廳歷練過 總認為汆燙後加點小魚乾辣椒清炒 更能除苦去色 而這一天的做法 採拌鹹酥又更非功了 苦茄對捧清燙過 再下鍋油炸最後才以蔥蒜爆炒 整顆炸我也有吃過 其實太苦了 後來我們才改想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切 切開來講的話 它的苦味也沒那麼重 然後你整顆吃的話 其實也比較好吃 可是它會噴汁 而且會容易讓客人會燙到 倘若野菜是部落的真修美專 那麼海菜也定是 他們的餐桌盛品 今天的烏公菜是 以蒜頭醬油拌煙泡 保留由於是海味 在左切成後片的月光螺 很像酒孔 有點類似酒孔的味道 有些拌水母蛋 但是他們都是要看 當季抓到什麼 然後像今天拌的是那個螺肉 非常的下飯 然後這個螺類的話 其實要取得它 其實要冒著生命危險 就是你要邊看 你還要邊聽那個浪聲 不然有時候會一個大浪 你就會整個被沖走 所以就是我們一般都是像是 我們男生會以潛水為主 然後女生的話他們可能就在 在潮間帶 長冰的潮間帶總是海安阿美族人的冰箱 過去男性長輩不只能上山狩獵 下海抓蝦打魚 也都是成年男生必通過的技能考驗 還是火的 因為它其實龍蝦的話 它是都是躲在那個鹽縫裡面 對啊 所以就是有看到它那邊的話 我們抓基本上都是 手抓都是抓這兩根 因為這兩根抓的話 抓這邊它才不會斷 相較於利用和小鹽 撒外是三個大男人裡 年紀最輕的八年級 潛水抓龍蝦採集 若不是阿公隔代傳授 恐怕專業技術都要斷層密集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抓這些洞穴的時候 老人家其實他們不一定會跟你講 大部分都是傳到給他的小孩子 但是我們都是會拿檳榔香飲酒去拜訪 然後去聊天 喝酒醉的時候不小心說出來的 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拿到說 原來你的龍蝦屑也在這個地方 風味餐點賣的 既然是親自下海才捕撈得來的私房食材 小鹽心想 那何不把童年最歡樂的記憶 也變成體驗菜單 起碼這個年頭 不亂孩子抓過浪花蟹的農友幾個 我很驕傲呢 為什麼會很孤單 我會的進的比他們還多啊 對啊 是不是 可是他同學會 這個掃外餵的東西很多 就他同學都不會 對啊 會的東西很多啊 對啊 我可以在部落很驕傲呢 其實我們現在要放網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給你一個 電風扇網套 然後還有耳料 耳料基本上我們就是 穿過去就可以了 從頭真的把它穿出來 這樣子一個 然後再把它套過去 飛機的電風扇網 趁著漲潮前 綁上耳料埋進海灘 退潮後 變成了可以活抓浪花蟹的陷阱 而循著沙蟹鑽開的洞穴 判斷沙粒的乾濕 手腳快一點 還真能夠挖出幾隻 就是這麼靠著幾樣 從產地的童趣體驗 再回到飯桌來 兩年下來 三個人也許漸漸明白 他們賣的何止是餐食 其實看不見的那一位 就是文化了吧 他們其實蠻多 他們自己研發出來的口味 比如說像他們自己醃製的東西 然後跟他們的沾醬 就是每一個 部落其實都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其實這邊就是比較 他們自然風一點 這個讓我覺得感覺就是很… 就是部落大家邀請我們 來他們家吃飯 就是很天然很自然的感覺 其實每一道料理 感覺都非常簡單 但是它可以吃得出食材的鮮跟甜 那本身肉質的那個甜味 其實就非常的明顯 比起嫂外從小到大幾乎都待在部落 而六返鄉經營露營區一待十年 小妍則是因為自己是單親爸爸 又為了照顧上了年紀的媽媽 才在這幾年回到長濱來的 但也因出生就不在部落 跟著父母北上討生活 所以也是三個男人裡 唯一不懂足語的 偏偏她又是那個 最善於溝通協調的角色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很會吵架 真的喔 對 就是傻外的想法 跟Leo的想法有時候會有衝突 所以我是屬於那種就是 那個小妍 那個Leo怎樣這樣這樣 小妍 那傻外怎樣這樣這樣 好好好 我來協調 而跟小妍返鄉的背景有些雷同 Leo也是為了陪伴母親 而選擇回到部落 與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 終而開啟餐廳 其實更確切的緣分是因打獵而起 而三個廚師同時更也是陷在部落裡 少數通過祖靈考驗的年輕獵人 那我們要怎麼去知道呢 所以他們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走 我帶你上面放現金 當你捕就是有捕到動物的時候 會有人來告訴你 我說會有人來告訴你 我說真的有那麼神奇嗎 我說對 然後我就想說試試看 然後就放 然後隔天的時候就這樣 好像就是 我就問他們說會有怎麼樣感覺 我說就是身體好像有點不舒服 然後好像有點就是 我們家人講出什麼鬼壓床那種感覺 對 然後身體會軟軟的 然後好像沒有什麼精神 踏進山林 兩個人立刻收起笑臉 儘管祭司早已是古老信仰 踢過幾次鐵板的灑歪 還是寧可信其有不敢傲慢 我剛剛是說 親愛的天神 山神 地神 所以我們京城的路上 一路平安有好的收穫 感謝天神 山神 地神的幸福 儘管只是來採菜都要的 對 這就是長輩傳承教下來的 對 你有過不聽話的時候 有啊 有啊 真的有受到處罰 就是 就是什麼都有沒有 打力也好 採食新菜也行 只要入了山 一事便不能省 他們說這是對天地的敬仰 而如果不是實際爬了一趟 身為過客的我們 大概很難想像 又苦又刺的黃藤 原來攀蟬環繞在森林之竿之間 竟如此難摘 因為其實以黃藤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具體上 我們剛剛有在做 真的很難採 但是因為它是苦的 但是外地人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味道 對啊 但是我們又很想 就是把這個東西 就呈現給客人說 這個是 算是我們阿美族 最原始的食材 因為我們現在 在做的事情 大家都在 就是 紀錄啊什麼的 想說以後 我們的小朋友 會想要看 以前我們做過什麼事情 可是他從中 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我爸他們的童年 有這麼多的事情 可以做 因為這樣很多人不做了嘛 大家不做的是 三個人都有共同價值觀 那就是勇於重拾和復興 也許哪一天 就像黃藤星的味道 農苦留在齒夾久了 總會等得到 一輪綿長的回甘 然後一個雞肉飯 一個乾麵喔 兩個大滷 一個小滷 食生越逼近 飢餓刻度的頂端 台東中正路上 皇家食堂裡的人氣溫度 隨著滷肉鍋 飄散的醇厚肉香 開始熱力沸騰 六日 怎樣有廉價 都人潮很滿 一碗一碗的白心米飯 淋上滷肉醬汁 揉入在畫布上 蘊染誘惑顏料 湯汁不斷向下擴散流洩 一點一滴滲透 直打腦中的飢餓中輸 這很有成就感啊 這覺得有點... 有點忙不過來 而雞肉飯軟嫩不柴 絲絲入味 也是必點的人氣品項 不油膩就是吃得很順口 所以我吃一個雞肉飯 又加一碗滷肉飯 假的 對啊 就是那麼好吃 兩三天就還一次吧 對 然後你吃廚房呢 對啊 所以就吃到認識老闆這樣 許多熟客吃到認識的老闆是黃榮港 多數時間不在店裡 就是在後廠廚房裡 為了陶客們的讚美肯定 揮汗打拼 三錢不掉啦 不是我們要賣弄雞肉啦 是真的太熱了 也沒有雞肉好看 是要賣滷肉 42啦 絕對有 絕對超過的 對啊 像你們不覺得你們剛進來 你們已經滿身大汗了嗎 現在連內褲都已經吃掉了 真的不是要賣弄雞肉 黃榮港的廚房每三天就得滷肉一次 一次700斤以上 供應兩家店面 24小時營業 三天用完 兩個快速爐火力全開 鐵皮搭建的廚房 真的是考驗抑制的烈焰道場 做最普通的滷肉飯 黃榮港不願意評價普通 租緊松柏肉肥瘦兼具 每天上市場自己採買 當天現在的新鮮溫體是最佳選擇 下炸鍋之前 先汆燙定型鎖住內裡的肉汁 留住肉的鮮甜 才能彰顯食材的鮮甜本質 100斤的豬肉 它所炸出來的油大概是18斤 就等於是一桶沙拉油 其餘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才是吃起來不會油不會膩的精華 然後像它這個油脂如果沒有把它逼出來來講的話 等一下後續的作業你怎麼做 它肉要吃味道都不容易吃 豬井肉汆燙後 下油鍋高溫逼出多餘的油脂 讓口感清爽不膩 豬肉做脫脂課程 人也同時面臨脫水考驗 得隨時補充水分打持久戰 現在做滷肉飯賺錢 熱在其中也樂在其中 但小時候老一輩 餐桌上的簡便省事做法 卻是他兒時一再重複的無聊味道 這樣的時候我們做菜 他如果滷一頂肉這樣 我們差不多要吃三天 所以做小時候看到他 只要變了看他滷肉 你吃久了你不是開心了 你是吃到你會怕 害怕的感覺其實不只是滷肉飯 而是貫穿兒時記憶的主要情緒 成長環境不盡如人意 成人世界的紛擾完全超出課本的範圍 那時的黃榕港過早面對 找不到解答 我國中一年級讀完 我就沒有辦法讀了 我們老婆怎麼做 就已經走路了 也欠人很多錢了 你就整天 整天都有一些借助 那是什麼人 腳電話來的 把我們妹妹很難聽 當下我們電話掛掉之後 我們眼神是真的在老 一開始的害怕自卑 加上青春期的躁動 自己摸索走歪 為脆弱的心靈披上盔甲 面目猙獰嚇人的一身刺青 就是最好的保護色 初學後黃榕港曾經到高雄的餐廳 學廚藝 想要分擔家裡的債務 但學徒薪水只有一萬多元 杯水車薪又緩不濟 沒有耐心還沒出塞就半途而廢 開始踏上龍流蘭的搖擺節奏 對人出去外面可能是說 處理一些小行的東西是誰 很多我賺的就比我做廚房 一個月又多了 他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久了一定會迷失的 你絕對會迷失的 想要快速賺錢解決家裡的問題 在奇路上迷失人生方向 25歲時黃榕港找了哥哥弟弟 一起犯下台東的大調事件 更讓他成了街巷議論的大偉人物 跟人家講阿港 大家不知道 但是你後面只要備註 搶大潤花運操車 就十個人有九個人都 那個我知道 地方真的太小了 頭前就是一個坑 你自己跳 四五大金 你連阿彈小弟的你都做得透透下去 這樣不是很不應該嗎 對啊 所以我認為說我們老母很健康 他沒有消息了 判刑十五年 入獄十一年 人生最精華的二三字頭 一半在牢裡度過 家人的關愛探視 獄中師長的鼓勵 讓黃榕港重新檢視過往種種 出獄後又遇上母親中風 看著一輩子為他擔心的老媽媽倒下 他痛定思痛 決定重新來過 抱著他的時候 他說如果我會在牢裡 如果我會在牢裡 如果我會在牢裡 我說阿嬤你怎麼會變這樣 你會覺得說你的人生 遁時有沒有 你會覺得失去一個依靠 我自己心裡 我會牢裡一個牢裡 就是說 我的人生 如果我有機會 我一定會好好做 我一定會讓我的事大人 在朋友面前 頭大起來 重新尋找出路時 他想到了以前吃到害怕的滷肉飯 疼他的阿嬤不在了 那是想要重溫都不可得的遺憾滋味 最現實的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沒有多餘的錢 那我覺得這種庶民小吃 是最容易進入的一個門檻 他翻書試做 憑著記憶加加減減 油蔥酥自己炸 醬油用西螺知名的手工品牌 豬肉炒香 再滷再燜 逼出油脂的肉條 像海綿一般 將滋味進入內裡 最終做出兄弟姐妹都認為 最接近的阿嬤味道 我以前我會去跟人家偷 我會去跟人家搶 但在於食材來講 我不偷 我只是真材實料在做 而用豬大骨湯汆燙的烘仔雞 不只真材實料 還錦上添花 是自家雞肉飯的領先豬腳 剛才他旁邊是覺得 不管是不是工作 就是在其他層面 他也是會教我一些做人廚師 在老闆身上 我看到的就是變成是說 能屈能伸 小姐外帶的好囉 好 來 謝謝 把簡單的品項 用心做到不簡單 黃蓉港短短不到兩年 連開兩家店面 成了台東的滷肉飯後期之秀 認真努力 是姐姐心中最大的欣慰 一天才睡兩三個小時而已 其實她都一直在廚房裡面 真的撿回來了 十年了撿回來了 看到兒子做出成績 連電視台都來拍攝 黃媽媽想起兒子的過往 淚水仍止不住 但現在多了幾分放心 兒子願意改變 她拖著身子當作復健 每天到店裡尋常幫忙 沒有意見 從前帶著手銬腳撩走進去的監獄 也邀請黃蓉港以過來人的身分 分享重啟人生的生命歷程 一張感謝狀回家掛在牆上 也成了黃蓉港前進的動力 是我从小到大的第一张奖状 那你说是得来不易吗 我用了十几年的青春 换了一张奖状 那是不是得来不易 曾经害怕的简单滋味 历经遗憾之后 才知道是珍贵的平凡幸福 黄荣港勇于面对错误 用行动证明 过去让人伤脑筋的浪子 如今已经是可以依靠的避风港 小时候大家都想要过得不简单 但长大之后才发现 简简单它那才是最难 早啊 确实没有人从小就立志长大 要当平凡人 但是长大后 总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简单 简单的当个早餐厅老板 或是在工作应战前 享受一天当中最宝贵的简单 要这边吃的外带 好 那这个跟一般早餐厅 它这个口感比较绵密 比较好吃的 跟一般那种冷冻 煎起来就不一样 蛮实在它的料 它那个米啊 我感觉全然它的米 应该是用的还 还不错的 平时的米 吃到变朋友 然后我们变成也是这里的首客 因为我喜欢吃咸的东西 我喜欢它的味道 我喜欢它的道地 它真的是蛮纯的 我刚才吃得大 真的啊 我刚才吃得大 这什么好吃 就那个有古早味 古早味 这个真材实料 而且它的脏酱又好吃 吃得你 给你永生难忘 超好吃的 其实以前保商路算蛮热闹的 在我出生那时候的话 其实这条街人就还蛮多的 然后这边的店家也很多 到我长大后 这边的店家几乎都搬走 都搬到那个热闹的地方 基本上都不会留在这边 因为这边已经整条街就是 非常荒凉 台东之辣的七月天 仿佛市井都该随五彩斑斓的 热气球热情风宴 唯独宝桑路这一带 没落的旧市区 不愿随波逐流 还坚持着淡雅温和 这个米泡超过久的 爷爷的古早味萝卜糕 传到柯瑞德手里 正好是第五代 虽然都是传统做法 实际上却跟坊间业者 很不相同 萝卜刷洗锅不削皮 不刨丝 而是粉碎虫泥 然后泥水分离 以萝卜泥半米浇吹蒸 再用萝卜水抹米 另外还有些小细节 也许不是美味制胜的关键 却细致的足以耐人寻味 好比加了米浆的沾酱 又或是整笼下的柠檬水 这是用柠檬去煮过的水 因为我们在蒸萝卜糕的时候 我们的 就是在蒸的下面的那缸水 要加一些柠檬在里面 煮的时候它味道会比较香 因为有一些人有没有 他们在吃萝卜糕的时候 会反胃会恰生 但是你用柠檬煮过之后 它可以压抑住那个酸味 柠檬水蒸法师爷爷教的 就连切萝卜糕的刀法 爷孙俩都如出一车 按常理说 柯瑞德的确是柯家的第五代 没错 但是严格论起 老店其实没有第四代掌门 今年28岁的当家老板 是阿公阿嬷 一手拉拔大的 以前的时候 我爸爸跟妈妈 就是夫妻感情不好 所以在我幼稚园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离婚 然后后来爷爷奶奶就希望 妈妈可以留在我身边 然后带我去法院上 然后我就在法院上 哭着求我妈妈回来 可是他那最后 还是决定要离开 从小没有父母亲同爱的孩子 爷爷奶奶和姑姑 给了他双倍的爱 他就给我灌输很简单的观念就是 第一嘛 你的父母这样离开你 你也不能怪他们 只是他们直接选择 那就代表只是 你跟他们缘分比较浅 那再过来 既然我们陪在你的身边 那你就把我们当作 自己的家人就好 你不需要去在乎他们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之后的路是 你自己选择 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他们没有任何权利 去干涉你未来的事情 只是有些时候 花十年 二十年 好不容易逐棋的勇敢 还是会以兮崩坏的 到高中的时候 他妈妈回来的时候 他跟我讲 哪有可不可以哭 我说可以啊 他都拿一个石毛巾 去厕所那边 哭很久 哭久 我说 哇塞嘛 他心里会能够 看变为我妈妈 爸爸 但是他没有啊 小时候就只觉得 爷爷奶奶管很多 应该说 爷爷奶奶管的方式不一样 奶奶管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管 包括到晚上十点一定要回家 然后中午一定要回家吃饭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非常传统的家庭 然后导致我就觉得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要求到那么多 是长大之后才知道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 让他会害怕 说我会不会又变成下一个他 和每一个历经童年 青春期的孩子一样 可瑞德也有过叛逆的时候 只是早熟的孩子告诉自己 在爷爷奶奶面前 只有他没有使坏的权利 那都是国中买的 因为我怕自己会变 会叛逆 然后就买一条藤条 然后给阿嬷 就跟阿嬷说 如果我变坏了就拿来抽我 爷爷跟奶奶的差别就是 奶奶会打我 爷爷不会打我 我要去哪里 吃什么买什么干什么 爷爷都会 好 带你去 买给你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我每天都去爬山 去踏青这样 然后甚至台风天的时候 他还会跟我讲说 走 我们去海边看浪 或许正因为是爷爷带大的 所以高职毕了业 可瑞德从来也没想过 要远走高飞 尤其是爷爷历经了脑中风 心机梗塞以后 看着他这样做 我们看着他这样默默地做 其实心里都会有底 然后看着他年纪越来越大 就会不舍说真的是这样 莫尔从玻璃门前望见自己 可瑞德总想 有桶尖材上 那些行云流水的动作 会不会也就跟当年的爷爷一样 米香蒸头煎出的焦香一样 米酱质脯 嚼出的深邃也就一样 尽管误患心迷了 这是他不愿妥协的浪漫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回忆 这是一个历史 我希望留在这边可以 重新振兴这条街 黄师傅口中的不起眼的蛋糕 却是好多好多人同年的幸福回忆 要重现这一份儿时美好 它得花上大半天 光是蛋白蛋黄就要分开打花许久 才能打出丝缎般的细致光滑 做这个蛋糕做四天三夜 对 您睡觉 对 在以前我刚接的时候 第四天受不了 真的那个调花冰 烤好的蛋糕为了担心坎塌变形 一个一个都要倒立 这烤包子你都要倒着放 不然它会说清楚 而且这个 它倒着这样大概要 一两个钟头才有 真的喔 真的 要让它倒一两个钟头啊 对 定型之后 黄师傅快速地从铁锅取出蛋糕 神情专注像是雕琢艺术品 在厨房帮忙煮酱料的 是他的儿子黄领哲 这个羊菜 然后还有橘子果酱 慢慢特制 抹上一层果酱 一层特调酱料 最后摆上樱桃 这个亮晶晶的古早味蛋糕 让人顿时穿越时空 撩起思念 老饼店第三代黄怀德 一辈子努力做的 就是带给顾客开心 但是当年接班的时候 他并不开心 专科念完财税 准备到金融业上班 却被爸爸叫回家做饼 塞符就是 叼起来 叼起来 整个叼起来 大概1、2、4个都落桌 这样做一次 当时我要去看一看 我叫我下去做 你感念财税 对 所以你的朋友都在活税之后 很多 很多 跟银行 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 必须要找工作 都要找工作 那时候有挣扎吗 很挣扎 没有办法挣扎 那个已经都没有人接 已经没办法了 皇家的制饼技术 在台东已经传承80年 玻璃柜里摆放的点心 陪伴台东人 从过去的艰苦岁月 到今日的生平繁华 其中这个用红纸包捆成长条形状的红红柄 更保留浓浓的情意 十个围鱼卷 这就是我们台东的红红柄 以前厚红柄很硬 所以你又跟中秋 柄不少会保重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塑胶 什么就用一个红纸 把它用起来 红纸里头堆叠起来的圆饼 酥酥的饼皮层次丰富 内馅绵密细腻 我怎么做的好吃吗 好吃 讲到自家的饼 黄师傅很自豪 从原料的选择 油皮油酥的制作 他全程亲自把关 妻子和一对儿女都是得力助手 还有80多岁的母亲也会帮忙冰场 制品空间虽不宽阔 家人团结一心的能量却是无限大 而同样身为长子 同样也是念财税的敏哲 和老爸有相同的挣扎 我们是给他考虑 考虑大概一两年吧 还给他考虑两年 他说要接啊 要接就让他接 那你最后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 随着环境的变迁 传统糕饼叶已不见其日荣景 为了提高竞争力 皇家四人八手做出的品像 从中式到西式丰富多样 就连素食店的汉堡包也是主力产品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负责两把装满绿豆碰面包蛋糕的木箱搬进车厢 准备送货 你拿去送面包 是 爸爸对品质啊 各方面的要求啊 对啊 就觉得自己不敢吃的东西 就不用拿去卖别人 好 汉堡包送到知名排队炸鸡店 现场已经忙到沸腾 可是没有准备 浦石的红阿柳 封住台东人的古早记忆 封住消逝的美好时光 无需华丽包装 一張紅紙就能傳遞幸福 非常好吃 超乎想像 有經驗到 對 真的 烤山豬肉 小朋友很愛吃 對 秒殺 我會給它拼入五顆星 五分 五分 滿分 池上小鎮的日常人氣 總是從每天清晨七點 公有零售市場前的民生路上 婆婆媽媽們的買菜聲串聯而成的 這個是東森101故事 而在Google評價當中 經常拿到韜客五分滿分的 阿美族私廚主廚巴樣 一如往常準時出現在世紀上 為晚上的廚藝演出做採買 要很早來啊 不然會跟阿姨他們相搶 會搶不到菜 小鎮的市場 規模跟大都市裡的不太一樣 但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還多了都市裡看不到的野菜 很多出自原住民婆婆的野外採集 或是自家菜譜自由自在生長而成 是原住民風味的新鮮來源 老民他們種的吃不完的 有的他就會送來這裡 夏天有夏天的菜啊 冬天有冬天的菜 知道這個叫什麼嗎 這不是貴鳥嗎 這是貴鳥啊 我們叫母狗 這是白鳳菜 也有人說這個叫結殼草 八菜一湯其中一菜 八菜一湯聽起來豐盛 有菜也得有肉 白樣熟門熟路採買快很準 街上買野菜市場挑小鮮肉 今晚的烤豬肉用的是當天 現在溫體更有鮮甜肉汁 最後在直奔中央山脈腳邊 龍泉瀑布下方的養殖池 買活跳跳的台灣雕 瀑布流下來的水 所以他們這個都是活水 就沒有土味啊 就很多人吃五波魚 會很怕有那個土味 在地的新鮮食材搜羅到齊 把樣的廚房細把立刻展開 我們那個叫做熄肉 所以它會很鹹 我是做清醃漬 鹽巴的量 我覺得控制得比較少 山豬都跟班下山養的 或它的肉質比較嫩 今晚四組定位 一共16位客人用餐 相較曾經做過的百人包廠 算是小case 不過事物大小 就算只有個位數訂桌 該做的前置一樣少不了 洋蔥得先去掉刺激的辛辣味 做涼拌才容易入口 換水一直漂水它就會 味道就會被調掉 獵人都會有一個 竹子編織成的一個悲藍 隨時可以吃的就是五穀根莖 就是地瓜 南瓜 山藥 非常簡單 今天的澱粉類主食 用的全是根莖類植物 店人的獨入杯藍裡 完全健康取向 也全部天然原味 山童凹 還有昭和 還有黑鍋 龍葵 反正我們那個小野菜也有什麼 外面的市場就會有什麼 我們就會八種菜 裝到一道湯裡面 八菜一湯的 好喝 我們從小就喝到大 原來白漾最常說的八菜一湯 只有一道 阿美族的家常野菜湯 只用眾多季節野菜熬出一鍋鮮甜 純粹原始 調味只有鹽巴一樣 名字是一樣 但內容每次季節 就跟著季節在動 很隨興就是我們阿美族的天性 對 媽媽在弄那些野菜的時候 我還滿有興趣會看 然後也會跟著動手做 從小就在廚房看出興趣 也遺傳到媽媽的阿美族傳統手藝 白漾即便長大後 到高雄大都市工作生活 也總會想辦法弄點阿美族味道 一節想家的小鄉愁 五六年前種稻的老爸爸 因為想念女兒 加上想要把稻田工作 交給下一棒接續 白漾也順理成章 把芳寮工作室搬回到池上 穿梭田間和冷氣房 切換農夫和芳寮師的雙重身份 我們只有兩個姐妹 然後也說趕快結婚趕快回來 偶然間在工作的閒暇空檔 參加縣政府的產地參桌計畫 五星級飯店主廚 教導地方媽媽 利用在地特產和家常廚藝 做出特色料理 進而輔導創業 讓白漾玩出興趣 興起在家做阿美族 私廚餐廳的念頭 一直都覺得對野菜這個文化傳承很有興趣 然後就是希望不要忘記 我老公說很天真浪漫 就是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的類型 開始我們都在樹下 所以我們沒有室內空間 比如說現在有客人 但是等一下過一個小時下雨 我就會打給客人說 你們不要來了 因為下雨 我們沒有空間讓你吃飯 請你們先準備B計畫 在鄉下就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沒有的話就還有田這樣 可以種田這樣 雙魚座的浪漫性格 加上樂天開朗 沒考慮住家位在田野之間 連導航都不容易找得到 有沒有客人撐不撐的下去 沒想太多就極之極刑 在網路開粉絲團PO菜色 在庭院門口掛起營業招牌 等等喔 所以我老公觀察了三年才幫我 不然以前都我自己弄 我跟媽媽 剛開始很緊張啊 超緊張的 然後會忘記出給客人的菜啊 真假的 對 然後因為剛開始一開始都是媽媽在幫我嘛 所以我們兩個也都 在那個廚房還會罵來罵去 吵架 對 會吵架 還好預訂制 加上不用任何電租成本 經過三年滿滿磨練 終於累積出名聲 成了許多外地客來池上 搜尋到的隱藏版美味 讓他玩玩看這樣子 那後來發現 因為他越做越好 那我必須也要跳下來幫忙了 對啊 看到老婆玩真的 悲難先生將姓一 複唱複隨 辭掉度假村餐廳領班的工作 當把樣的助手 把住家旁的米倉 改裝佈置成不用淋雨的舒適用餐空間 也是第一烤手 把它的油力調一點 就吃起來會更乾爽一點 這邊步調就是緩慢太多了 然後那種生活的壓力 也不會讓你每天覺得很緊張 就是生活 對啊 咳山豬肉 皮好脆 超香的 吃山泉水長大的台灣雕 不只沒有土味 加上原住民原味助鎮 更讓人一吃驚豔 離開後仍餘孕油存 我在裡面放赤蔥跟蒜頭 對 那赤蔥就是那個我們原住民的香料 對 那有一種烤過之後 會有一種特殊的香氣出來 這是原住民的味道這樣子 釀製的那種香味 米香味 它會甜甜的 然後又有酒味這樣 原住民的味道還有無拘無束的自由創意 自家種的新鮮白米加上紅梨 最簡單的燙食蔬拌上鹽曲 或是母告桂鳥 淋上池上曾經盛產的梅子 釀的果醋 就在平凡無期中渲染驚奇 然後我又希望它不要很平淡 所以我加那個芥末 我還會撒花生粉也是油脂 讓它也有一點就是花生的香氣這樣 把簡單的料理加上傳統和創意 變成不簡單 白漾勇於做夢 在鄉間小鎮成了在地的美味風景 也替故鄉吸引了不少訪客 他計劃未來訪效歐洲的莊園 結合餐廳和住宿 做要吃得住的民宿餐廳 讓訪客多停留一會兒 體驗池上的慢活氣息 累的時候就看一下唇部 在鄉間露相無辱而不自得 白漾發揮自身優勢勇往直前 實踐夢想兼顧家庭 互相生活簡單滿足 又有滋有味 早上八點不到 六十歲的排灣族VUVU 王秀金的廚房裡 已經開始上刀山 下油鍋 室內溫度 工作節奏一樣搶搶滾 我真的會緊張 他沒有化妝 沒有沒有 沒關係啦 反正VUVU的 廚房今天多了一台攝影機兼工 VUVU王秀金笑說很緊張 做自助餐十多年 也在國小和托兒所做過營養午餐 這小小的場面還難不倒他 今天要做六十個便當 還有三十元分的統餐 數量不少 資深中透塞 開出的菜色一共四道 油炸青魚 石令青江菜 爽口高麗菜 包菇四喜 都是營養豐富 內外兼具的好料 就每天都不一樣啊 星期六 可以連續一個月不一樣嗎 可以啊 哇 你中透三耶 不是 因為這個菜單 還要經過營養師 每天的菜單都經過營養師計算把關 王秀金便出好料的地方 不是一般便當店 或是學校營養午餐的燥咖 而是台東社母醫院開設的 嘉蘭部落廚房 專門服務社區裡的獨居老人 或是行動不便的生障者 菜單兼具美味與健康 比一般人做菜還更需要注意細節 今天的主餐炸魚 就特別買魚刺比較粗 比較少的青魚 當季最輕又安全 而古人愛吃的虱目魚 魚刺又多又細 就是王秀金的拒絕往來戶 這個幫我自己把那個刺 拿掉的兔掉的老人要做故事 我們都是選那個沒有刺的 主菜不能慶菜 配菜也要均衡 所有的青菜捨棄熱炒方式 全都汆燙再拌沙拉油和醬汁 控制油量也控制老人家的 膽固醇指數 你自己在家煮飯 有這樣子嗎 沒有 我隨便 自己吃隨便弄 替老人做菜很用心 從小在嘉蘭部落長大 王秀金帶著奉獻的心情 來替部落裡有需要的族人料理午餐 很想服務啊 我的老公之前還沒有走的時候 老公說過去生活醫院幫忙工作 做自公家 不過畢竟有年紀了 大鍋大鏟耗費體力 偶爾還是有些吃不消 剛開始會 就肩頸雙痛這邊很緊啊 腰啊這樣子 尤其用這個大鍋子 因為現在我沒有用到它 是這樣 廚房裡火力全開 要趕在十一點前出餐 好讓送餐員準時出發 負責獨島的吳京陶 陳立旭 也現身廚房看看進度 長期守護台東的聖母醫院 從南到北包括蘭嶼在內 設置了八個部落廚房 以送餐為基礎 投入賠錢但必須做的長照工作 每天光是便當需求 就要一千個以上 十六年下來已經服務了超過 二十五萬人次 怎麼要剪的菜 因為老人家他沒有牙齒 然後趴趴蹲不下去 送餐員每天送餐給長者 其實也是定期房市 便當送達之後 就在電腦上註記 如果沒人應門 或是發現生病 獨島員和醫院 就可以立刻得知消息 派人上門關切 送便當 有人在嗎 便當 因為有些獨居長者 他平常可能接觸的人不多 可能他每一天 最常接觸的就是我們的送餐員 送餐絕對不只是送餐 他也是送一份關心 因為經費的關係 不少有需求的偏鄉 就只能由鄰近的廚房兼顧 像是嘉蘭部落廚房服務的範圍 就涵蓋了 特別增太馬里鄉的四個村 以及金峰鄉的兩個村 每天便當需求九十個 還包辦三個共餐據點的統餐 一共九十人份 早已經超過負荷 這邊過去一直是封在的災區 那我們的路很容易會斷 那一旦路斷了 我們便當就送不出去了 位在太和村太馬里天主堂的 樂活活力站 是社區老人家聊天 活動金虎的厚索宅 一起吃營養午餐 也是長者們期待的重點所在 將近十二點 獨島陳立旭自己開車 把統餐從嘉蘭部落載下山來 大約十分鐘的車程 他小心翼翼開了二十分鐘 又著急擔心開太慢 飯菜就不夠熱騰騰 從嘉蘭到太馬里這段路 彎曲然後又顛簸 所以我們那個餐 又怕會溢出來 所以要很慢的開 很多老人家們 平常因為年輕人出門工作 午餐就隨便打發 或者根本沒胃口吃 來到活力站心情好 不知不覺就多吃了半碗飯 在家裡只有一個人 吃不下 吃不下 對 那在這裡食慾有比較多 你這邊吃 就在一起快樂吃飯 很好 很舒服 太馬里活力站沒有自己的廚房 導致能夠服務的老人家有限 看到需求的年輕一輩們 四處奔走 想破頭 希望能夠找到資源 能夠在這裡興起爐灶 讓關懷持續加溫 擴散開來 就端端一個 因為愛 可以做的事 然後去付出來 協助 需要幫忙 因為畢竟我們會拉 在部落會是有個很特別的狀況 你的父母親就是我的父母親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因為我們都是同為這個部落的人 同為在這邊生長的孩子 身為部落的女兒 部落的媳婦 部落的媽媽 吳京濤 陳立旭和醫院同仁 發起廚房住建計畫 寫故事 PO臉書 感動許多網友熱血捐助 目前太馬里部落廚房的經費 已經到位 接下來他們希望能夠在東河部落 也成立部落廚房 讓台東的長照防護網 從點連成縣 涵蓋成面 目前我可以動 我就動 要去做 如果是說當我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就請人家照顧我 請年輕人來做 延續原住民傳統的互助精神 要做到不能動的那一天為止 在台東偏遠的部落廚房裡 在地媽媽們每天燃燒熱情 烹煮愛的餐食 期盼老有所養 在台灣不只是口號 而是何許陽光的陪伴 和嘴裡的溫熱幸福 等待一下 很美 延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